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現在有個五位數 1 2 3 4 5 如果這個框框裡面填入A的話 那麼這個數他就是6的倍數 如果框框裡面填入B的話 那麼這個數他就是11的倍數 那麼他用A加B不可能為下落者 我們看看A可能是多少 他是6的倍數,首先他是2的倍數 這是2,是偶數 所以只要這個數他是3的倍數就可以了 那3是3的倍數的話 我們就把它加起來 這個的話加起來已經可以被刪整除了 這個加起來是10的話 被刪除的話余多少 加起來10,被刪除余1 我看 5 6 被刪整除了 所以的話這個倍三整除就余1 那余1的話呢 那我這裡只要什麼呢 只要填入2 填入2以後 被刪除就移3了 所以這可以倍三整除 比如說你填入2的話 那加起來加起來是5 5加5的話 18可以變3整除 再加3 再加3的話呢 就5 加3就8 加3的話呢 就 超過 那個超過10 所以a有可能是258 再我們看b 他說呢 可以被11整除 可以被11整除 你就是 看嘛 就是說 這個加起來是多少 加起來剛好是8 加起來是8 好 那減掉這個加起來 這個剛好是8 所以這裡可以填多少填0 0 或是填11 但是這裡沒有辦法填11 所以b只能填0 如果填0的話 這個加起來 減掉這個加起來剛好等於0 可以被11整除 好 所以a可能是這個 b可能是這個 那他用說a加b a加b他可能是多少 他用說不可能為何 那a加b可能是 58 258嘛 258的話 所以答案應該選多少呢 答案應該選b啊 b是4 4是不可能的 其他258都可能